注意看,这个神父在敲开财务室的大门之后 竟然猛地掏出了一把手枪 一脸懵逼的安保人员瞬间就被面前的这个神父所制服 随后,在神父的指挥下 财务室里的所有现金被扫荡一空 原来,这是一伙臭名昭著的职业劫匪 这天,他们盯上了当地的一个马戏团 于是,为首的杰森便假扮成神父 准备和自己的同伙一起 悄悄地踏入马戏团的财务室 并将里面的现金全部代造 杰森一行人分工明确 两名假扮成小丑的同伙 先通过地板钻进财务室里 在确认杰森已经控制住里面的安保人员之后 他们迅速地删除了监控画面 然后便开始肆无忌惮地盗取现金 与此同时,在外放风的另一名同伙 适时地将甘草堆点燃 以此来吸引马戏团中安防人员的注意 同时也帮助杰森等人安全撤退 等全部的钱到手之后 负责接应的同伴也早早地将车停在了门口 随后众人带着钱上车 在一片混乱之中离开了这里 不久之后 杰森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废弃的仓库 结果他刚下车 就对刚才点火的那个小弟一顿胖走 原来按照之前杰森定下的计划 那名小弟应该是跑到人烟稀少的牛棚处 再点燃火种的 如今他的莽撞行为造成了马戏团内伤亡惨重 而这都不是杰森想看到的 虽然他是一名职业劫匪 但是道义有道 杰森一直秉持着自己心中的原则 那就是不截贫 不误伤 不贪心 如今他面对自己的这些合作伙伴 感觉到很是失望 因为这群人眼里只有钱 根本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并不是自己理想的搭档 原来杰森和面前的这群人也不熟悉 不过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杰森来到女朋友小美的家中做客 经白发书的介绍 才结识了他们这些人 如今杰森本想着任务完成后 便可以拿钱走人 没想到那个为首的光头 却希望杰森能留下来 继续和他们一起抢劫 但是杰森却直接拒绝了他 表示自己只想尽快地拿钱走人 光头眼看被拨了面子 于是直接示意手下来硬的 可杰森也不是吃素的 眼看光头等人目露杀意 直接便和他们扭倒了起来 一番缠斗之后 杰森被光头开枪打中肩膀 眼看自己寡不敌重 于是杰森直接跳窗逃跑了 可光头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于是便吩咐刚才那个点火的小力黄毛 要他去亲手杀了杰森 在解决完杰森之后 光头等人迅速开车逃跑了 这时一辆果农的卡车正巧经过 发现了躺在湖边奄奄一息的杰森 于是好心的老两口便将杰森送往了当地的医院救治 可由于杰森身上没有任何的身份证件 于是医院方面报了警 希望有杰森的家人在知道情况以后 能尽快地赶到医院陪护 不久之后 杰森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从同房的病友口中的得知 医院已经报了警 并且警察很快就会赶到这里 杰森听后大惊失色 自己如今的身份怎么能被警方发现了 于是他打晕了病房里的护工 然后穿着他的衣服 推着房间里的那名病友 混在人群之中逃了出去 为了掩人耳目 杰森决定制造一个全新的身份 以此来躲避外界的追杀 可在此之前 他必须先搞到点钱再说 于是杰森在汽车旅馆简单地休整之后 便来到一家现金兑换站 他直接开枪打伤了其中的一名负责人 然后胁迫他敲开站点的大门 取走了里面全部的现金 杰森在拿到钱后 便一路开车来到了一处工厂之中 并找到了这里办假证的老板 杰森在交了定金之后 老板承诺说五天之后便可以来取新的身份证件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杰森拨通了白发叔的电话 将这些天发生的一切都如数告知 并拜托白发叔帮他查一下光头那伙人的底细 不管怎么说 杰森都验不下这口恶气 他要亲手杀了那帮人报仇 可白发叔听后却劝他说 那个黄毛的舅舅是当地黑手党的老大 如果你执意复仇 必将会招惹来更大的麻烦 可杰森却不管不顾 表示自己一定要报仇血恨不可 无奈 白发叔只好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杰森 原来自从上次抢劫案发生以后 他也不知道光头一行人的下落 但是那个黄毛的哥哥 在小镇里经营着一间酒吧 或许通过他可以问出黄毛此刻的下落 然后再顺藤摸瓜 找到光头等人的藏身之地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如果这件事闹大 那么必然会招来黑手党的报复 到时候所有人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杰森听后什么都没有说 而是直接发动汽车 朝着黄毛哥哥的那间酒吧赶了过去 一进门 杰森就打晕了执情的保镖 愤然地来到了黄毛哥哥的面前 一番缠斗之后 黄毛的哥哥被暗倒在地 然后老老实实地说出了黄毛此刻的下落 眼看目的达成 杰森也不再犹豫 直接拨通了白发叔的电话 声称自己已经知道了黄毛的下落 现在正准备赶去复仇 而黄毛的哥哥肯定会将这件事 告诉他那个身为黑手党老大的舅舅 所以杰森建议白发叔带着小美 先找个地方出去避避风陶 等这件事过去了之后 自己再找机会去接他们回家 隔天一早 白发叔便带着小美准备离开 不料这时 黑手党的人已经找了过来 他趁白发叔不注意 直接溜进了小美的房间内 好在小美发现了急时 从阁楼用逃生梯跑了出来 确认安全之后 小美哭着给杰森打去了一通电话 杰森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要小美现在立刻赶往海边的那个度假别墅 并说自己会在那里等着他 挂断电话之后 杰森来到了那个半假正的工厂 透过玻璃他听到 老板似乎正在和什么人吵架 走进去一看 才知道是黑手党的人找到了这里 不过已经都被老板的手下给制服了 看到杰森前来 老板更是气得口吐芬芳 当然如果知道这个单子 会和黑手党扯上关系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接的 杰森看出了老板的纠结 于是直接抢过身旁保镖手里的枪 逼迫老板亲自射杀面前这些黑手党的人 杰森将留有老板指纹的手枪包了起来 借此警告老板说 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了 赶紧找人把这些尸体处理掉 否则被黑手党其他的人看到 咱们谁也别想好过 隔天 白发书又重新找到了杰森 希望他能放弃复仇 毕竟黑手党势力庞大 跟他们对着干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但是杰森认定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 所以他不顾白发书的劝阻 在和小美简单的告别之后 便正式的踏上了复仇的道路 与此同时 黄毛也接到了哥哥的电话 并得知杰森竟然还活着 此刻正在前往找自己复仇的路上 光头得知这个消息后 气得火猫三丈 直接拿枪抵住黄毛的脑袋说 赶紧联系你那个黑手党的舅舅 让他派杀手前来解决掉杰森 如果这件事你再搞砸了 我就直接一枪崩了你 另一边 杰森按照黄毛哥哥提供的地址 来到了一处海滨度假山庄 然后伪装成富商的身份 找到了这里的一名导购长发姐 假意说是要购买别墅 实则是暗中调查地形 并顺道探寻光头等人的身影 在长发姐的带领下 杰森开车在度假山庄内转了一圈 发现这里的别墅 最便宜的也要两千多万 光头那伙人 肯定是没有足够多的资金来购买的 此时一个不起眼的平房 却引起了杰森的注意 长发姐告诉他说 这间房子就在前几天 刚被人花了120万买下来 真不知道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想的 要买这种垃圾平房 但是杰森的心中 却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他几乎可以断定 买这套房的人就是光涛 因为早在抢劫马戏团的时候 他就说过 要用那100万美金作为启动资金 然后到富人区去干票大的 这一次 他们的目标是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 而将房子买在这里 无疑是最方便他们动手的选择了 傍晚时分 杰森趁光头等人外出买饭的时间 通过车库的大门 溜进了房间里面去 在探查完地形之后 还将一把枪悄悄地放在了桌子的下面 随后 他又将光头等人的手枪全部破坏掉 然后卡在卷帘门落下的一瞬间 成功地逃了出去 而当杰森来到自己的汽车旁时 却发现长发姐正坐在上面 原来长发姐在陪杰森看完房子后 便开始在网上调查起了杰森的身份 结果却发现杰森的名下没有一分钱 也就是说 他根本买不起这里的别墅 起初长发姐失望至极 觉得自己又浪负了一天的时光 可后来冷静下来想了想 杰森来这里必然有他的目的 不管是入室抢劫 还是绑架勒索 总归都会拿到一笔巨款 与其自己每天在这里 遭受各种有钱人的调戏和无主 长发姐决定和杰森联手 帮他实现自己的目标 毕竟自己在这个度假山庄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对这里的地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只要杰森答应失诚之后 将拿到的钱分给自己一些 那么长发姐也承诺说 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掩护杰森安全地逃出去 杰森听后表示自己要考虑 随后便一个人先行离开了 几天之后 杰森又重新找到了长发姐 同意了她入伙的请求 并把手里的情报全部分享了出来 杰森告诉长发姐说 光头等人这次的目标 是价值7500万的珠宝首饰 可自己这些天来一直在暗中调查 并没有发现这附近 哪里有如此大体量的珠宝店 长发姐听到这个消息后 心里当即就有了答案 随后便开车带着杰森一起 来到了一处私人庄园大门外 长发姐告诉杰森说 这里曾经住着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 她有着全世界最多的珠宝收藏 后来她死后 这些珠宝便归于了国家所有 而明天 这里将会举办一场拍卖晚宴 近拍的物品 就是价值7500万美金的珠宝项链 但是此地看守严密 外人很难靠近 想从这里偷东西 那更加是天方夜谭了 结果第二天一早 杰森就注意到了 伪装成维修工的光头等人 看来他们的目标 就是拍卖会上的那些珠宝首饰 在确定了光头等人的行踪后 杰森便回到了酒店休息 准备计划明天的复仇行动 结果这时 一名黑手党的成员突然冲了出来 一番激战过后 杰森趁势 将这名杀手扔出窗外 随后用脚用了一串 杀手直接被摔下了肉泥 重伤的杰森无处可去 只好悄悄地来到了长发姐的家中 随后杰森打电话叫来了小美 让齐帮自己处理一下伤口 简单地修整之后 杰森的身体便基本康复了 隔天晚上 拍卖晚宴如期举行 黄毛驾驶着游艇在外围放哨 光头则带着另外两名手下 伪装成消防员 准备司机混进晚宴的现场 不久之后 拍卖会现场的音响突然起火 现场乱作一团 这时光头等人假扮的消防员 便及时赶到了这里 并顺利地进入了会场之中 然后以消防政策要求为由 在外围设立了警戒线 就这样 光头等人将价值连成了珠宝洗劫一空 随后取出事先藏在这里的潜水服 成功地逃了出去 等真正的消防员赶到时 这里的珠宝已经不见了踪影 警方随即派出大量直升机 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工作 而此时的光头等人 已经回到了度假山庄内的著作 正欣赏着面前的战利品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杰森也早就等候在此 准备来一招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与此同时 长发姐也按捺不住好奇心 来到了光头等人的住所查看情况 看着里面眼花缭乱的珠宝 她一时间慌了神 结果被赶回来的黄毛逮个正着 虽然长发姐极力地解释说 自己是这里的推销员 但是光头还是察觉出了不对 她怀疑长发姐是杰森派来的 于是便让手下对她大打出手 逼问杰森此刻的下落 看长发姐始终都没有吐露半个字 光头便吩咐手下 开始到房屋的四周进行排查 杰森听到这个消息后 便躲在暗处 她先是用匕首杀了其中一人 然后悄悄地溜进里屋 准备找机会营救长发姐 可这时光头却发现了杰森的身影 就在她准备开枪射击的时候 却发现子弹压火了 最终杰森一枪打破了光头的脑袋 而与此同时 长发姐也摸到了桌子下面的手枪 这时黄毛却突然冲了出来 并挟持住长发姐作为人质 准备逼迫杰森束手就擒 可杰森早就将黄毛的手枪给破坏了 此刻又怎会收治于她 危急时刻 杰森一把将长发姐拉入怀中 然后一枪爆头解决了黄毛 电影的最后 杰森将那些珠宝全部倒卖了出去 并换来了一大笔的现金 随后他按照约定 将长发姐应得的那一份 用快递寄了出去 同时 海邦当初救下他性命的那老两口 还清了所有的债款 并买下了一栋房子送给他们 所以你看 好人是有好报的 视频最后 给大家送上一个福利 海外华人在线影院 泥巴影院 我所解说的电影 这里面都能找到 平台无需注册 无VIP 无广告 播放速度快 片源更新及时 种类多 画质高清 热门的影视 动漫 综艺 通通都有 网站地址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 需要的小伙伴 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